好了,歡迎回到我們的反轉課堂 建網和互聯網第四講 這個就是MEI的一講 好,今天要認識些什麼呢? 我們上一次就認識了一些電腦設備 但是除了Wi-Fi之外 其他電腦設備是不能夠隔空去傳送的 我們今天就要帶出一個主角 就是網絡上用我們的電纜,就是Cable 好,另外就是我們要懂得分別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用什麼的網絡電纜 好,我在這裡分了兩類型 有一些較常接觸的 比如雙扭線,光纖,Wi-Fi 有一些比較少接觸的,譬如同軸電纜 衛星寬頻,微波寬頻這些 首先我們用一些不太常見 或者我們現在開始少見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是同軸電纜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們上一課講了一個叫做電纜調製解調器 我們正在用的同軸電纜就是這一條線 我們將那個設備插進去電纜調製解調器 就可以駁到電腦上 通常就是有線電視 我上次也說過了,有線電視不是我們香港的iCable 而是外國很流行的Cable TV 因為是軟的,我們就拉一條線過去 提供一些收費的電視服務 好了,他們在用的頭 上一課也說了一個叫做BNC頭 BNC就是這個頭 這個樣子 OK,進行一些有線的傳輸 那麼 大致上,因為其實已經在香港 外國都還有人用的 但香港真的很少人用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去到很多討論 好了,另外一個就叫微波寬頻 剛剛那個是有線的 但無線又怎麼辦呢 我們透過一些微波訊號 可能在屋頂,大廈頂,天台,安港設備 去到就 透過微波去將資料傳送到其他地方 但有個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很容易受天氣影響 例如下雨,行雷這些 影響了,很影響微波的訊號 所以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 用微波傳送微波寬頻的話 你基本上可能下雨 你覺得上網比較差 當然,阿Sir不是的 我用什麼什麼公司的寬頻 但你記住 你去到你家裡 可能是用有線的 可能是用一些鏡頭線 但問題就是 究竟我的訊號 如何去你的大廈呢 透過電話線 透過我拉條線過來 還是怎樣呢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如果你發覺家裡 經常都下雨天 行雷,上網上得差的話 可能有機會你就用微波寬頻了 一般來說就會安在大廈 你看到是覆蓋範圍1.5公里 所以譬如說 1.5公里內的大廈 就會放在這裏 然後去到收發站 形成一個 我們透過微波傳送到的 這個通常都是寬頻公司 或者是電訊商用的 傳送速度大概100Mbps 所以相對我們現在來說 不是太快 但是如果我提供一個 幾個寬頻給你的話 其實這個就足夠 不過現在應該都不是OK 好了 當然有些更加厲害一點 更加少接觸一點 就是衛星寬頻 剛剛說的微波寬頻是1.5公里 地方與地方之間 都要有一個收發器 衛星寬頻是什麼呢 其實是給一些偏遠的地方 基本上我沒有說1.5公里 我找不到地方去駁寬頻 拉條線過來 所以我們就會用衛星去做個媒介 當然我們有些專屬的衛星 然後我們有些收發器 透過一些收發器 射一些信號去衛星 衛星再轉回 一些比較好些的收發站 OK 就是這個情況 成本高的 以及速度很慢的 上載是50K 下載是500K 剛才說的 例如你的手提電話 現在都可能去到幾十Mac 所以你記住 K和Mac的分別 希望大家記得中四學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很慢的 不過問題就是 慢比沒有更好 我去到山區 或者去到阿爾卑斯山 我突然很想上網 打個電話 或者發照片給你 起碼我都做到 當然你不會去阿爾卑斯山 然後發照片過來 但譬如一些緊急的情況下 你需要聯絡人的話 我們都會做這個 衛星寬頻的 OK 好了,剛才說的 是比較 在你們欄未必很容易接觸的 接著我一會講的 即現在開始講的 就是一些 你常常都會接觸到的 第一個叫做雙樓線 好了,雙樓線其實在我們 區域網絡 即LAN上 在我們區域網絡來講 就常常用的 所以我們做租屬會 叫做LAN線 即我們去到黃金買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要跟他們說 我要一條雙樓線 通常都會說 我想買一條LAN線 這樣 接駁頭就是RJ45 上次我們都說了 好像電話頭一樣 不過大了一點 為什麼叫雙樓線呢 原因是你看回圖 就真的扭在一起 一批一批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扭在一起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扭在一起 是不是方便一些 不是方便一些 其實如果這些電線 扭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發覺 可以降低電池的干擾 因為線與線之間 其實都會有干擾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扭在一起 你就會發覺 咦,可以抵消到一些干擾 當中我們雙樓線裡面 都有分靚和不靚的 靚的我們就叫STP 就是平閉的雙樓線電纜 沒有那麼靚的我們就叫UTP 叫無平閉的 什麼叫平閉呢 就是說 我這裡有一些導線在這裡 然後我會有一個 有一個類似金屬的片 包住它 令到它的干擾更加少 所以就傳得更加好 而我們說的UTP 就沒有金屬外殼的 便便宜一點 所以一般家用來說 都會用UTP 但是要留意UTP 其實都分幾款 那麼 當然 我們說了 雙樓線最長是100米 就是說如果你要用150米的地方 基本上其實你是用雙樓線用不到 因為它的訊號會沒有了 而最高速度 如果你用最高級別的那一隻 大概是現在去到10GB 接近10GB 不過我們一圈來說 就算是1GB 即是1GB 我們是UTP分幾類的 很多有CAT1、CAT2 不過我們一般來說 會CAT5 CAT5E CAT6 其實這些貓貓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是類別的 類別的 不是貓 這些貓貓我就用貓貓 貓貓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就是說這條線 我扭得怎樣 令它可以抵消到 那個 那個干擾 越扭得 即是越扭得漂亮 剛剛抵消得多的干擾 然後呢 我們的CAT3就會高一點 OK 而這個CAT3高一點的時候 傳送速度 就會再高 即可以高一點 一般來說 你們家裡可能用的是CAT5 但是呢 如果你家裡 譬如說我不是 光纖寬頻來的 我建議你買一條CAT6 如果不是你用不到 你的光纖寬頻 因為CAT5 其實你可能去到 10Mb 幾十Mb CAT5e可能幾十Mb 去到 100Mb 好嗎 但是光纖寬頻去到 1G 那你就浪費了光纖寬頻 所以如果 你用光纖寬頻的話 因為你的光纖 不會直接到 你的電腦裡 都會透過 雙扭線去到 你的電腦裡 所以我就建議你買 CAT6線 好了 除了光纖之外 現在慢慢開始流行 除了雙扭線之外 現在慢慢流行的就是一些光纖 不過都未必去到家用 直接搏到你的電腦裡 現在是有去到搏到你的家 不過未去到你的電腦裡 一般來說 我們光纖都是做一些骨幹的 我們英文就叫Bad bone 就是說可能是 譬如我們學校就是 小學和中學之間 就會用光纖去搏住 令到速度可以加快 當然 在比較上面 你會見到 雙扭線是用電子的 所以很容易受干擾 那麼 光纖 說明光纖 那麼 更光的 亦都很光明地 光纖之父 高坤 也是在我們 香港中文大學畢業 這個媒體上也有影響 所以這個速度上也有影響 暫時是最快的 暫時來說 我們已知的話 所以就一定是比電子快傳送的 所以剛才說了 礦礦的光擾能力 電子是低一點的 光是高一點的 最高速度大概是1GB 而光纖可以去到100TB 即是商業用 海底電纜那些 其實真的可以去到這樣的 你家用那些都去到1GB以上的 內容通常就光纖高一點 雙樓線低一點 在保密程度上 其實我們雙樓線是容易去到 拿到資料的 但是光纖就相對地較難了 但問題是 成本上面就是 雙樓線較低 而光纖就較高 安裝上面 雙樓線就容易安裝 光纖就較困難 這個表格你們要記住 我通常都會問你 WiFi上面 WiFi是我們現在 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其實基於一個 我們叫iEEE 802.11的標準 是一班人 一個機構 定制定一些制式出來 所有人如果用WiFi 要跟著標準 而iEEE不只是WiFi 有很多在工業上面 工程上面有的標準 你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我們就用無線電波去傳送 你見到其實 我們WiFi都有很多不同的代表 譬如說最早期的 802.11B 去到跟著 我們現在用開的N AC 或者甚至用 已經開始普及的AX 你會發覺 其實有幾樣東西要看到 第一件事就是 支援的信道的帶寬 另一件事就是工作頻段 留意一件事 一般來說 其實工作頻段 是在影響我們的速度 和滲透力 譬如說 舉個例子 802.11B B這個 2.4GHz 就11Mb 去到11A 5GHz 就54Mb 但你很奇怪的 為何過了幾年之後 要做個G出來 其實都是54Mb 原因就是 因為我的工作頻段 可以用到2.4GHz 用到2.4GHz 代表什麼呢 其實那個穿透力 就相對地比較好 好 如此類推 去到N 就會支援兩個 兩個頻寬 去到150Mb 現在一般人在用的AC 用的是5GHz 已經是3.5GHz 3.5GHz 但當然這個穿透力問題 我猜開始就來普及的AX 甚至乎是2.4GHz和5GHz 也有 去到9.6GHz 但當然 如果你正在用2.4GHz 它不能去到9.6GHz 它可能會低一點 要留意 這就是那個情況 一般來說 我們Wi-Fi都是向下支援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的Wi-Fi AP 我上次講過的無線接收點 是 網絡接收點 就是802.11 AX 但你的電話只有AC 那你就會跟回AC的速度 那你就不能去到AX的速度 所以兩者之間 你就要去想 究竟我現在 我的AP 究竟是去到哪一個制式呢 然後我 我的電話 譬如 假設你現在所有電話 都是有N 然後你短期內 都不打算買電話 其實你有沒有必要去買到 802.11 AX 當然你要看回性價比 會不會去到AC就算 這個你自己要留意 我們其實開始 已經有新的命名方法 除了802.11 之外 因為難記 我們會叫Wi-Fi 4 Wi-Fi 5 Wi-Fi 6 最新的就是Wi-Fi 6 應該是Wi-Fi 7 應該是Wi-Fi 7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IEEE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常用的Wi-Fi 記住的速度 記住之間的比較 和向下支援 今天就講了一些不同的線 不常用的都不看 常用的比如雙扭線 光纖 你要記住 究竟怎樣用 有什麼比較 另外Wi-Fi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制式 制式是代表什麼呢 我們通常在穿透力 速度上去思考 好了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